原标题 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黑社会大佬这一 刘汉是原四川汉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生意做得很大 尤其是在国外很有影响 然而他的公司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非法盈利基础上的 上世纪90年代初 当大家都沐浴在改革春风里的时候 刘汉组织一批打手 开设赌博也有戏机厅 赚钱不正当收入 完成了原始机会 刘汉最为疯狂的是组织地下武装 大量购买枪支弹药 收落社会里的流氓国盾 组织一支强大的黑社会队伍 令商业对手和百姓闻之色变 刘汉凭借这样的势力 做生意当然不会赔钱了 所以财富越来越多 2013年被查时 发现刘汉拥有国产五六式冲锋枪 每支伯朗宁手枪等枪支二十支 管制刀具一百余把 简直是骇人听闻 刘汉可谓是杀人不眨眼 1998年 刘汉的公司保安唐先兵等人 将带头的村民雄伟乱刀捅死 在广汉为了垄断赌博游戏机市场 刘伟派小弟曾建军等人将竞争对手 另一超哥周正当街枪杀 1999年2月绵扬另一黑道人物大叫化 王永成扬言要炸汉龙集团 十五天后 王永成被刘汉手下孙华军派人枪杀 杀害周正后 刘氏兄弟在广汉的赌博游戏机 高利贷市场一家赌党 后来陆续控制了广汉及周边县市的残杀 建筑建材市场 杀害雄伟 王永成后 刘汉在绵阳的房地产开发 从此没了阻力 汉龙集团所向披靡 只要是刘汉出面 几乎没有拿不下来的项目 只要试试他看上的工程 和项目 其他参与者自会主动退出 刘汉环勾结当地政府 为自己的黑社会组织和公司提供保护伞 为寻求更大的保护伞 刘汉不仅大肆结交官员 还利用自己的妻子的结交官员夫人 从而接近官员 因此刘汉有恃无恐 做起坏事来更加肆无忌惮 简直是坏事做尽 这就是不学历史的原因 不知道这样的组织岂能长久 嚣张的刘汉甚至吃顿饭都要花几十万 更为外界说成是隐形富豪 刘汉利用金钱 生活奢侈 光是女明星 刘汉就玩弄好几个 刘汉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是他自夸的刘汉从来都是赢家 刘汉从不失手 这反映了他极度膨胀的黑老大心态的话 然而无论都没隐蔽和庞大的黑恶势力 在正义面前必然失手 遭到惩罚 2015年2月9日 刘汉被执行死刑 人民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捍卫 表明了党和国家 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 电视剧《国家行动》 就以刘汉暗线为人形 把他当反面教材警示后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